女大学生看到老太太被撞倒 好心将老人扶起送去了医院 不料一周后老人家属打来电话 他们非但没有感谢女孩 还要求女孩赔偿老人医药费50万元 双方将此事闹到法院后 法院对此进行了判决 女大学生其原被判 承担40%的民事责任 需要向老人支付20万的医药费 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学院同学 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您还会选择救人吗 不会了 正巧这时老人的辩护律师也出来了 当记者问她难道不怕冤枉了好人吗 她竟然理直气壮地表示 这世界难道还有 见义勇为的好人存在吗 她的这番话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久后警方接到报案 那个讹人的老太太被困在了活海里 是我陷害的那姑娘天父 你救我呀 消防大队赶到时 有一辆面包车死死堵住了消防通道 直到一小时后 面包车的车主才被找到 此时的她早就醉得不省人事 由于错过最佳抢救时间 活室已经控制不住 最终老太太被困活活烧死 本以为此事只是个意外 可不久后再次发生的事情 让警方确定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男人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小视频 看到关键处却突然停电了 男人出门查看 可她刚打开电箱 就被人从背后迷晕过去 等再次醒来时 她已经被五花大绑全身缠满了胶带 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 在周围洒满了汽油 任凭她如何求饶都无济于事 男人发誓自己以后都不会再看小视频 而黑衣男人却说是因为她乱停车 导致消防车无法及时救援 导致一位老人在大火里活活被烧死了 说完这一切男人拿出电话 让男人报了火警 然后拿出火机将窗帘点燃 潇洒地离开了现场 可楼下的消防车赶到时 再次被那辆面包车堵住了通道 同样的事情几乎完全相同的场景 再次在车主身上重现 警方有理由认定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 死者车内清理得很干净 没有丝毫遗留下来的线索 随后警方对死者的车内 再次进行勘察 警员方目无意间碰到了车子的大灯 竟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车灯上竟用泥巴写着一串数字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线索 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为男性 可以自由调配自己时间 凶手如此熟悉本市居住环境 可以确定凶手一定长期在本市居住 并且他作案专挑人多的地方 而且受害者都是负面新闻的人物 凶手的作案手法十分具有仪式感 对于他来说 这就是一场脑洞大开的杀人秀 就在警方对案件一筹莫展之际 网上一位署名为城市之光的神秘人 发起了一篇 关于无良律师陷害其冤案的投票 引起了所有网民的注意 瞬间就收获了十万的关注留言 警方明白这就是凶手的挑衅 于是调动所有警令 对律师展开了保护 可这个律师自作聪明 趁警方不注意 偷偷逃出了警方的监视 这也让凶手有了可乘之机 成功将律师抓了起来 警员方木察觉出异常 迅速找到了律师被绑的地方 刚打开门就看到了 身上绑满炸弹的律师 从他的口中得知 凶手正在用电脑监视着现场的一切 方木通知网警锁定凶手IP 由于IP加密暂时无法确定位置 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全排报 疏散群众以免造成伤亡 可即使排报组用最快的速度 也得十分钟才能赶到 而目前炸弹只剩下两分多钟了 女警此时拿出一个黑板 希望凶手可以良心发现 不要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另一边的凶手此时也犹豫了一瞬 按下了暂停键 本以为事情到此终于结束了 哪知电脑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刚刚网络卡顿游戏继续 这条消息过后 炸弹再次被启动 与此同时网络上投票的人也越来越多 当投票数一旦到达十万 炸弹就会爆炸 那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事情直播在网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 投票数量也在迅速疯涨 如今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无奈所有人只好撤出现场 当票数到达十万的时候 炸弹真的爆炸了巨大的威力 几乎将附近炸成了废墟 所有的消防和警员 都在努力地寻找着幸存的伤员 次日警方派出一众警员 对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搜查 果然在其中发现了线索 警员在现场联网的电脑碎片上 提取到了一个右掌纹 但是这个掌纹看起来十分奇怪 这让方木瞬间想起 自己之前在余殿碰到的小男孩 掌纹就是这种特殊形状的 警方根据这一线索迅速锁定嫌疑人 可等众人赶到嫌疑人店里时 现场却是一片狼藉 小男孩和嫌疑人都不见了 从女服务员那里得知 两人是去了医院 当一众警员赶到医院时 小男孩的手上早就缠满了纱布 经医生诊断 小男孩双手二度烫伤 手上表皮全部脱落 左手被利器深度割伤血管破损 窗口长达五厘米 此时嫌疑人还毫无畏惧地表示 是自己没有看好孩子 让他不小心将加热棒放进了鱼缸 导致整缸鱼都死了 孩子害怕被骂就下手去捞鱼 结果两只手就成了这样 警员方木对他的话丝毫不信 可嫌疑人抵死不认的态度 也让没有证据的方木无能为力 随后警方对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 可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现场清理得十分干净 警方对嫌疑人江亚进行了调查 他至今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没有有利的证据 警方无法对他实施抓捕 但是他符合凶手的所有特征 无奈警方只好从江亚身上寻找线索 面对方木的询问 江亚嚣张地表示方木一定找不到证据 为了能尽快将江亚抓捕归案 方木按照调查到的地址 找到了江亚的老家 从村里人口中得知 江亚小名叫做狗蛋 父亲是矿场员工 娶了他母亲很多年都怀不上院 后来村里来了些唱戏的 戏班子走后没多久 江亚母亲就怀上了他 经此一世村子里流言四起 可孩子都生出来了 但江亚的父亲始终顾不了心里的看 每次看到他就觉得脑袋上绿油油的 于是便经常一言不合就做他 好在他母亲省吃俭用 才供他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 但他母亲也在他收到录取通知的当天 在家里上吊自杀了 等方木找到老宅 发现房所上面灰灰锁眼上没锈 一看就是近期来过人 于是方木用特殊药剂 对整个屋子进行喷洒 果然在屋内发现了 大量的血迹荧光反应 从血迹的走向方木找到 地下暗室里存放的炸药 以及一具白骨化的尸体 死者为男性 死亡时间至少在15年以上 断骨的折口成暗黄色 应该是重物所击导致的致命伤 方木猜测这具尸体 就是江亚失踪的附近 就在这时方木接到了江亚的电话 方木本以为找到证据 基本就可以抓住江亚了 哪知江亚竟在电话里挑衅他 说不应该将一个女人单独留下 并且只给了他20分钟的时间 方木丝毫不敢停留 驾车急奔回酒店 他以为江亚是对一起来的女警下手了 就在众人都焦急万分之计 女警竟然拿着冰淇淋淡然地走上楼梯 这一幕惊呆了众人 这时警员也接到了电话 桥洞下发现了一具女尸 等众人赶到 方木颤颤巍巍地打开袋子 就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她的女儿 而此时江亚正站在高处 一脸无所谓地看着众人 笑嘻嘻地表示自己要自首 此时方木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 抢过一旁女警的配枪 就要上前把江亚击毙为女儿报仇 此时江亚一直用言语挑衅着方木 这让方木差点失控 好在下面的众人纷纷劝说 最终方木战胜了冲动 对着天空连开竖枪用来发泄 就这样江亚被带回了警局 面对警方拿出的证据 江亚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可即使这样江亚依旧不肯承认 反而癫狂大笑起来 让警方最好找出实质证据 不然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猜测罢了 根本不能作为证据 现在男人当众反悔 表示自己说自首都是开玩笑的 男人的癫狂让警方无可奈何 拘留时间到了后只能先将他放走 江亚老家发现的尸体 金比对确实是江亚的父亲 可由于案件时间太过久远 已经过了申诉期 这起案子就不能作为证据 用来定江亚的罪 事到如今警方只能 继续寻找更有利的证据 本以为江亚这次出去会夹着尾巴做人 哪知道他竟然再次挑衅起方木 电话那边的方木沉默许久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最终还是说出让他不要挑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江亚就是在试探他 想让他失去底线 成为跟江亚一样的人 好在他用理智战胜了一切 为了引出江亚找到证据 方木当众开枪 声称自己就是城市之光 这让背后做了一切的江亚气愤不已 愤怒的江亚回到余殿 打开了自己的秘密地下室 他下一个目标 就是占用了他身份的方木 他将方木约在了一个废弃的天台上 这次江亚向方木坦白了一切 自己确实就是城市之光 并且之前的那些案子也是他做的 如今事情已经失去掌控 让江亚感觉到了危机 最终两人在天台大打出手 一番搏斗两人双双从高处跌下 命大的江亚将重伤的方木 拖回了自己秘密地下室 就在他准备好一切准备结束方木时 警方及时赶到了现场 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方木 最终在审理现场 方木说出了所有计划 自己开枪击杀警察引起关注 将城市之光的身份确定在自己身上 这样江亚一定会觉得 他毁了城市之光的光环 这样江亚就一定会不惜一切杀了自己 就这样方木用以身犯险的方式 拿到了江亚犯罪的证据 警方才能顺利地把江亚抓捕归案 这样他才能 还那些无辜死亡的人一个公道 正义的迟到催生了江亚的悲剧 他认为的伸张正义 是将正义推入了深渊 江亚所做的事情 可能是每个人都想做的 但是以暴制暴信仰暴力 一定会带来更大的暴行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下集更谢谢 !